第一個部分喔 你看到老師的黃色的部分有沒有 這是考題的答案 你先把它背起來 常考 第一個 公關說服務對象是誰 請你記住 如果考題中有社區這兩個字 一定要選誰 社區 好嗎 一樣喔 公共衛生的單位是誰 社區 所以考題中喔 第一章喔 第一章喔 有 社區這兩個字 不論如果先選誰 社區 那有沒有例外 有 有 有沒有看到黑板上後面兩個 單位 有沒有看單位 當你聽到考題中以誰誰誰 為什麼 基本單位 你這時候考題的選項要選誰 家庭 這是第一個 請記住喔 社區跟家庭這兩個 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好嗎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好吧 Thanks大家 jump 好 很可憐 boiler 好 在第一章的序论中后 也是一个观念考题 常考什么 我们社区护理跟临床护理差别 好 有没有没 第一个社区护理是什么 没有分科 所以它是全科的照顾 临床护理呢 它是分科照顾 这个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们社区护理 它考到夏令它的优点是什么 确定什么 哪一个比较省护理人力 银行还是社区 社区哦 为什么它是一比三千哦 什么叫一比三千 意思吗 一个社区护士大概服务三千个民众 三千个民众 第二个缺点的形象 它强调一端一级 这个非常重要 什么叫一端一级 一端一级呢 它强调叫做健康促进 同学 这个要小心 好吗 考试有健处 你要选健处 还没有生病的人 健康的人 我们先给他什么 卫生教育各种方法 让他不要生病 叫健康促进 以上叫一端一级 一端一级 好 第三个优劣 有点是不是 好吗 3. 車區會比較多上的有點 3. 車區會比較多上的有點 3. 車區會比較多上的有點 4. 車區系列 什麼都學齁 你的社區護理你會發現很雜對不對 也有什麼 廠和課的東西在 也有內外的東西在 好 所以呢 不賺錢 第二個 比較重要 沒有 它屬於什麼 在臨床來講 病人出院 你的負務病關係是結束 可是社區不是喔 社區要照顧到什麼時候為止 什麼時候為止 社區的護理最終目標是什麼 你這邊看得到嗎 要過來 自我照顧 好 舉個例子來講 舉個例子來講 好嗎 同學有沒有做好333運動 上回有問過對不對 我記得上回有問過這個一個 然後我這是前年在屏東班上課 他們有七堂課 我問同學有沒有333 沒有 好嗎 就考試 那平常有333舉手 一個還是一個 好嗎 我記得去年問你就一個 現在呢 還是一個 每個禮拜運動3次 一致30分鐘 心跳130有嗎 沒有 好嗎 這叫Self Care 所以你要改變人的習慣 有問題啦 不容易 它是一種長期護理 好 相反喔 右手邊呢 你擦不擦都可以 臨床護理 相對來講 怎麼樣 一個護士喔 在法規上規定是照顧幾床病人 四床 十一段有沒有 超過 對吧 類似你 好嗎 再來呢 我們的臨床護理 比較偏重於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二段三級 什麼叫二段三級 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好嗎 還有呢 三四 三是什麼 限制殘障 好嗎 限制殘障 所以它比較偏重於急性護理 好嗎 急性護理 所以一個是二三 一個是三四 那 它的 優點 好嗎 這是它的缺點喔 那優點什麼 相反 你們分剝嗎 內剝啊 外剝等等 比較怎樣 轉經喔 好嗎 而且病人出院 你就不用繼續斷情 右邊比較不重要 你看到左邊老師的部分 尤其寫黃色字的部分 都是考題 請記住 以上就是第一章第 二個你要注意到概念